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一搁就搁了快一年 他资金连击得受不了了 只好乖乖地投降 重新改契约 然后把比例降低 把地兔回去了 给市政府去处理 大家听懂了吗 这个就是 如果说你如果当时找了陈金德来当读董 就不会被处理 好处就来自